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为你全力打造的 昆仑爵思路英雄 习宁战的比赛现场 我是昆仑爵乔博 我是王翰 王老师你好 你好乔博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临时变阵 大卫尖二望的因为手 手部的受伤不能出征 那么中威鹏临时出战 这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比赛 因为对方的体能消耗了 打过一场就来打 是他双方在上一轮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 那么这场比赛对于中国朋友 一上来大家看到双方都想速战速决 对上来 哎呦这个坎德斯这个支撑啊 预队很好 大家看到在上一个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 给大家留下的很深的印象 就是自己啊非常重 而且非常可以说是乱军取胜的这种 非常重的拳法 他的拳法就是他命 而且打得非常迟啊 这个对钟威鹏来讲是一个挑战呢 现在钟威鹏在之前的比赛 也有着出色的发挥 上一轮比赛双方都是判定获胜 拿好架势多做腿啊 因为这个拳呢 咱们不占优势的话就这样做好防守 连续的单拳的连击 这是他得一技啊 下摆啊 然后是西大沟再打平摆 是的 这小伙子确实不错 看到钟威鹏的场外的指导 说不要跟他打这种节奏 应该直接毫不犹豫的发出进攻 这个时候看到凯特虽然只有19岁 但是有这个老将之风 对 重拳来自于钟威鹏 对 坐着直线 坐着直线 扫踢来自于钟威鹏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钟威鹏 好像是还是有一些 顾忌 堪特虽然的重拳 对 把手趋定防守好了 凤手的拳打到了 堪特虽然的并没有完全的发力 但是堪特这手表现的是更为的震惊 对 直接让高手拳打到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站起来 不要起那么快 起来了 看到钟威鹏真是满腔的怒火 对 刚才是 这场比赛的胜者即将就能够入围 《猪神之战》2016年的16强 对 左右闪开 左右闪开 不要闪了 围城铺 边线上去 对 对 出来 现在看到 Kentris还是在 哦 又是一个 打不了了 哎呀 这样的话 钟威鹏 就失去这场比赛 Kentris成功 这是 禁忌 比赛结束还是时间到了呢 哦 大赛 总监托力辰呢 想必会给出最为 公正公平的这么一个结果 因为当时确实是挨到两次的中击 这两次中击 确实就挨打中击了 你看自己他自己 你看这刚才这一拳他自己就退了两步以后 你看这一拳扫到这个对 耳根 耳根 打到这个耳根的这个有前进平衡啊 是的 很容易约啊 不管怎么样这个小伙子确实不错 我们的这个中规棚呢也很勇猛 也很硬朗 但是呢我既不忍就不忍没关系 我以后再接再厉 这无所谓 真正的英雄在场上 要不KO别人 要不被别人KO 真是非常精彩的表现 对 22秒 KO获胜 and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one by knockout 看到是Centress 成功晋级 奔论军2016年猪神之战 16强 奔论军大赛创始人江华先生 三十总监托尼沈先生 要为资本合伙人 祝刚先生